大家可能都听过一句话 就是当你去租房的时候 你这个钱完全就是用来打水票的 因为这个房子不是你的 你在替房东打工 而不管怎么样 只要你先上车 你先把房子买了 对吧 即使你在还贷款 这也不要紧 因为你现在是在替自己打工 你在为自己做一个强制储蓄 至少你付的那些银行的利息 你不是白白的丢掉了 你是在为自己的将来存钱 实际上当我们去买房或者租房的时候 事情远远比刚才我说的这个要复杂的多 所以在我们不管去做出租房 还是买房的这样一个重大的决定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综合的多分别的去考虑 所以这个也是我今天想和大家去分享的 关于到底是租房 还是买房的一个重要的话题 我是罗帅 带牛买家视角 看澳洲地产和财富投资 那么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 我其实都是相信租房是没有买房好的 也就是说我更加相信 一定要去不管用什么样的方法 先上车先买房的 而我自己在当年的时候 也是这样子的 当我一开始找到自己第一份工作的时候 我就迫不及待的去买自己的第一个房产 当时我找家里去筹了不少钱 同时我还找身边的一些好的朋友 当时也找他们借钱 并且交给他们利息 把我的首付凑齐 去买到了我人生中第一套自住房 其实现在算起来的话 那套房子我至少是从里面 亏了大概10%到15%的样子 因为当时我出的各种利息 我少拿的各种补贴 以及我当时连澳洲的身份都没拿到 我就去买房各种的费用 还有各种沉默成本 我的其他的机会成本加起来 其实我当时那套房子 虽然现在看起来账面是赚了钱的 但是在那个时候 如果说让我回去再做一次选择的话 我应该会有更好的一个选择 前段时间我有一个朋友也是这样子的 就是在前段时间他为了买房 把自己投资了很多年的比特币 在一个低点的时候卖掉了变现 其实当时也是亏了不少钱的 然后拿着那个钱去买了房子 而这几年的比特币又涨起来了 那他那套房产目前来讲 也没有太大的一个涨幅 所以其实他从这个房子里面 就已经亏了10多万了 而这个10多万就是从他的比特币的 这个投资里面亏出去的 那当然我自己在投资的这条路上 我是走的比较坚定的 我就一直不断的去买房去投资 当然了我后来发现 我在买房的时候 我并没有一定要住在我自己的房子里面 所以虽然我的投资房 有些人在之前做的也不是特别好 也亏了钱 但是现在越来越找到了感觉 并且因为现在做的职业 就是买家代理这个行业 所以也越来越会看好的房子 因此我在房子这一块也赚了不少钱了 但是如果说你现在问我 就是是不是应该更早的去买房 把所有的积蓄全部先压到房子里面 然后去买一个自住房子那边待着呢 其实我会让你一定要三思这个问题 再三的确认你到底想要的是什么 那这个我要从几个方面给大家去分享 那第一个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沉默成本 第二个就是关于我们的维护的各种成本 然后第三个就是我们的机会成本 然后第四个方面就是我们的安全感 以及第五个方面就是我们存钱的速度 首先我们来说一下 为什么大多数的人 就是对于买房还是有一种偏见 还是认为说一定要去买房要上车 那这个主要还是从经济上面去考虑的 除了安全感 就是人们都是需要一个房子住以外 我觉得更多的还是一种经济上的安全感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都能看见 过去几十年的房价的一个历史 都是越来越高的 而且这个我也是坚信澳洲的房地产意识也好 还是其他的很多大城市的房地产 都是按照这样的一个规则 还会继续的往后去走 往更高的方向去走的 因为通货膨胀 他毕竟就是在这个方向发展的 但是如果你没有拥有任何的房产 只是在租房的话 那你就是在替房东打工 对吧 那你所有交给的钱都是房东 他将来会拥有一套他的资产 而你没有任何的资产 那这个也是为什么大多数的人都是认为说 只要有钱赶紧上车 而你在租房的话 其实就是在把钱用来打水票 就是在烧钱 那我之前就是有在PERS的时候 遇到一个老太太 当时就是他跟我说 他在SouthPERS那边 是拥有了四套房产 我当时问他 我说你当时买房的时候 一套房多少钱 他说当时买房还挺便宜的 他当时就在餐馆洗盘子那种 因为很早的移民了 他当时买房子 也就是不到一万块钱一套 所以就买了四套 然后就不断的去打工还 现在那四套房产 我在当时和他聊的时候 那四套房产 每一套的价值 至少是在80万以上 那现在我相信这些房子 至少又翻了一倍了 所以他是应该过得 一个非常舒服的生活 但是回到我们刚才讲的那五点 我跟大家再来分析一下 如果说现在这一刻 你想买房的话 你一定要先去讨论清楚 那第一个就是沉默成本 那沉默成本 我们是要知道 因为当你买房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个房产 他值50万 100万 200万 对吧 他这个只是房产的一个裸价 并不是你真正支出的价格 因为支出的时候 我们还考虑到各种费用 比如说 你要交给政府一大笔费用 那这个费用 一般来讲 占到了房价的5%左右 这个就是硬花税 这个钱是你每次交易房产的时候 都会要去交的 一旦你去购买房产 这个钱就直接交给政府了 对吧 这个跟你的房产的价值 没有任何的关系 也就是说 当你买了一个房产 你想明天卖的话 你一定是亏钱的 这个钱就是 纯粹就是交给政府 打水票了 对吧 你是没有任何的回报的 所以这是很多人 会忽略的一个买房的成本 还有第二个 就是关于律师费用 就是当你去买房的时候 你还得要一个购户律师 来帮你去做相关的事情 包括你可能会涉及到 银行要贷款等等 又是一些费用 关于各种买房的隐藏成本 将来可以给大家 再去单独的讲一下 我之前也有讲过 就是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 可以搜索我之前的视频 那如果说你现在 还没有拿到澳洲的身份的话 那么你在买房的时候 还得交一个海外买家的费用 FRB 那这个费用 现在有好几万了 尤其当你去买20房的时候 这个费用又更高 是三倍之多 所以就是这方面的成本 是没有任何回报的 所以你在买房之前 一定要考虑到 你的一个策略 你是长期性的 还是短期性的 那第二个就是房产的 一个维护成本 那这个不仅仅只是说 你拥有一个房产以后 你的各种羞羞补补 那这个东西你是跑不掉的 但是你在租房的时候 你不存在这方面的问题 为什么呢 因为你租房的话 这些东西全部都是 房东来处理的 只要你东西坏了 是属于一个正常的磨损 不是你主动弄坏的 或者说你人为弄坏的 那么这一方面的这个损坏 都是由房东他来支付 用他的口袋里的钱 去支付的 那像我有个朋友很有意思 就是他的钱 两年的时候 买了一个房子 那个房子其实 带来的回报还是蛮不错的 但是因为房子比较老旧 所以他其实往里面 贴了不少钱 去修修补补的 当时也是腾头腾 尤其是第一年 换东西比较多 因为旧房子 但是这件事 虽然可以折旧 但是全部都是由他来支付的 房客住在里面 其实很开心的 无所谓对吧 反正这些东西 都是房东来支付 还有一个成本 是很多人忽略的 其实就是税务 房产的税 比如说像在美国的话 你房产都是要交一个 大概房价的 百分之多少的一个税率的 那在澳洲 其实也是有一个 类似的税的 当然这个不是房产税 那我们叫做什么 叫做是Council Rate 其实就是你的 市政府的一个税率 OK 这个费用是用来 比如说市政的一些维护 垃圾的一些处理 等等 绿化等等 道路等等 所以这个就是 也是你买房以后 会交的一个费用 但是当你去租房的时候 这些东西 你是完全不需要担心的 另外如果说 你买的是一套公寓的话 你还需要出一个物业费 就是你的大楼管理 还需要有个费用 但是你租房的话 这些费用 你也不需要操心 所以基本上 你在拥有一套房产的时候 你这些税费加起来 也会占到你房产价值的 0.5%到1%左右 这个取决于 你是买的一个独立的别墅 还是一个公寓 而作为租客的这些东西 你是不需要考虑的 你只需要考虑 一个一次性的租金支出 甚至有的时候 你连除草这方面的费用 你都不需要管理 都是房东来出钱 帮你去维护你的花园的 当然这个是取决于 你和房东是怎么去谈判的 那第三个 其实就是机会成本 当你去买房的时候 我们刚才说到 你要准备5%至少的 这样一个印花税 你还需要准备 各种其他的一些费用 同时你可能还需要准备 10%到20% 甚至于是更高的 一个首付的比例 对吧 你剩下的钱 才能去贷款 那么这样的话 你买一个100万的房子 你至少手上 要放一个 2 30万的一个钱 你才能够去买 这样的一个房子 而你去租房的话 你的这个银行里 根本不需要 有这么多的钱 所以你需要考虑的是说 如果说你拿这2 30万 买到你的自住房里面去 它将来的几年里面 能够给你带来的收益 是否高于 你把这个钱 放到其他更好的 一些投资机会里面去 比如说你投资到这个比特币 你投资到自己的生意 或者你投资到黄金股票 甚至你投资到 其他的房产里面 对吧 他们是否可以带来 一个更好的收益 那这个也是为什么 很多的小伙伴来找我们 就是做一个rent investor 就是说他们是租一个 他们最喜欢的一个地方 去交租金 同时他把这个钱 留下来去买一个投资房 买到他们知道 更能够升值的 这样一个地方 那这样的话 他能够从这个投资房里面 获得收益 是远远高于 他想住的这个房子 所带来的收益的 因为很多时候 这些年轻的小伙伴 他可能在一个 二十多三十多岁的 这样的样子 他更加的是喜欢 一种更加现代的生活方式 比如说去住一个公寓 住离市中心更近的地方 但是这些地方 其实他的房子的涨幅并不好 因为这地方的房子 是一个供过于求的情况 而我带他们买的这些地方 都是一些其他的一些 就是家庭为主的 一些suburb 就是郊区远郊 这些地方 其实很多的时候 都是一些澳洲家庭为主 他们其实这地方的房产 都是增值特别好的 因为房产的供应量特别有限 同时需求的这种家庭 其实还是特别多的 而他们又是 最有经济实力的这批人 像我之前就有一个小伙伴 他在自己租房的情况下 他就把自己的钱 投在了一个生意里面去 然后他的这个生意 在过去的几年里面 其实帮他赚了非常多的钱 他自己大概 一共买了两到三个生意 然后就等于说连周赚 他也是非常的努力 非常的勤奋 那这样的话 当他把这个钱 全部赚出来以后 现在很快 我已经帮他买到了 三套投资房产 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这些生意 真的就是一个 港港的现金流 但是如果他当时 把这些钱 全部用来买一个 他的一个豪宅自住房 他当时就是可以 一次性买一个 差不多100多万 将近200万的一个自住房的 但是他这样一买的话 那他们两个 也就没有办法 去做很多的生意了 甚至他们两个 必须去找一份工 打工 甚至就是找一个班去上 去拿一份固定的工资 然后就这样卡住了 但是他们选择了 一个不同的方法 他们去选择了 自己去买生意 然后通过这个生意 产生巨大的一个现金流 然后去更快的存钱 然后拿到这些钱以后 再去买房子 然后用这资产 去为自己的财富 做一个倍增 所以这个也就是 他的一个机会成本 他用到了一个最好的地方 同时我们还有一个学员 就是这个是 我的买下代理的学生 通过我来上 买下代理的课程 那他过去的几年里面 也是因为加入了 我们的买下代理的课程以后 知道怎么去通过 帮别人买房赚钱 那过去的几年里面 他赚的收入 也是超过了一个 普通人几倍的收入 而他现在拿到这些钱以后 他就可以去买到一个 更好地方的自住房了 而在刚开始的时候 如果说他那个时候 就买房的话 首先他肯定是不敢去 开始一个他自己的职业了 他不敢来做买下代理 因为他在前期的时候 不知道他是否能够做起来 因为这毕竟相当于 是一个创业 那个时候他就只能去 找一个普通的班去上 做着他不喜欢的事情 然后朝九晚五 对吧 然后没有这种希望 一眼看到头 那正因为他做了 这样一个角色 他把自己的 这个自住房的 这个预期延后了 所以他就可以 有一个更好的选择 另外我们还有个小伙伴 他就是选择了 这种rent investing 就是边租边投资 把自己的这个房子 租到了他 就是上班更近的一个地方 同时他把这个钱 用来去投资 在西澳和昆仲 各买了一套房产 那这两个房产 都给他带来 非常大的回报 昆仲那的房产 一年不到 他给他升值了15% 西澳那个更夸张 半年就已经超过了10% 那年化的话 已经超过20%了 而如果他们当时 都选择买自己的自住房 首先他没有办法 买到自己 特别理想的自住房 他一定是有所取舍 可能甚至只能买一个公寓 或者说一个特别小的 没有稀缺性的房产 虽然住的可能是比较不错 也比较便利 但是他基本上这辈子 可能就卡在这个地方 就再也没法去 扩展他的一个财富了 所以很多时候 大家一定要去搞明白 你的自住房 是你的一个liability 是你的一个债务 它不是你的一个资产 那这个在最后的 这个存储这块 储蓄这块 我跟大家再去讲 那接下来呢 我想跟大家去讲一下 关于这个安全感 安全感这个呢 也是很多人 为什么会选择去买房 因为买房这个呢 这个房子是你自己的 你拥有的这个房产 那这个对于很多人来讲 尤其是华人来讲 可能是一种 特别强大的安全感的吧 亚洲人很多 都是有这种感觉的 有没有一句话呢 金窝银窝 付出自己的狗窝 对吧 或者是草窝之类的 不管怎么样 总之呢 就是只要是个东西 是自己的 再烂它都是好的 你都有这种避风港的 这种感觉 因此呢 我们在如果说 长期去租房的话呢 总会被家里人念叨 说哎呀 你要买个房子 对吧 你要成家才能立业 等等等等 一些东西 但实际上真的是这样吗 实际上真的是这样 OK 因为实际上这种心理压 是一个潜移默化的 是一个非常潜在 都会存在的 尤其是身边的人 给你这种压力 父母给你这种压力 包括你身边的朋友 给你这种压力以后呢 其实你会 潜意识的会觉得说 我需要这种安全感 甚至有时候 这是一种身份的象征 而当你去租房的时候呢 有时候确实是面临 一个特别大的头疼的问题 像我前几年的时候 我在租房 对吧 那个时候呢 就是你房东 如果说他决定不租了 你就很头疼 那个时候你就必须要 去找下一个房产 对吧 你的所有的计划 全部都要变动 孩子的上学的问题 他重新要换校区 对吧 你下一个地方 是否能找到一个 合理的地方 合理的价钱 你是否能够找到 一个好的房东 这些东西 全部都是一个未知数 所以租房呢 确实是有一个 很大的不确定性 在这里的 只有当你 还有你的整个家人 全部同意 或者接受这种 不确定性以后呢 你才能够享受到 租房那种快感 因为它确实是呢 可以让很多的费用呢 都是房东去租 同时呢 你可以拿着你的钱 去做更加赚钱的一些项目 不管是投资在房产 股票还是你的生意里面去 那这个东西呢 是随着你的孩子 越来越大的时候呢 你就越有这种感觉 或者说你的家人 给你这种压力以后呢 你可能越有这种感觉 那当然这个呢 真的是一人而一了 只能看你自己 怎么去决定这个事情 像我和我太太呢 就是对租房觉得很好的 因为我们可以住到一个 我们自己 现在去买的话呢 根本不划算一个地方 那这个呢 也就是我们讲的最后一点呢 就是关于储蓄这一块 那我们以现在悉尼为例 就是悉尼 我们现在住的地方呢 就是大约这种房产 我们住的这房子 大概的价格呢 大概是在200到300万之间 因为我们住的这个地方呢 是一个两房的公寓 大概呢 就是这么的一个房价 但是这个房子 我们去租的话呢 大概一周的话 价格是1000左右 那1000多的这个租金来讲的话呢 其实如果这个房子 我要按80%的比例 去贷款的话 那么这同样的房子 不仅呢 我要准备一个 七八十万的现金 直接砸进去 而且我砸进去以后呢 我每周 所需要换给银行的钱 我交的各种物业费 保险等等 一些其他的这种杂费 以及我维护成本等等 我算下来的话呢 我每周大概有2500澳币以上 同样的 就是同样的这套房子 我要多1000多澳币 放进去 我才能住到 同样的生活质量里面 而且我还要砸一个 七八十万进去 你想想这个是 多夸张的一个事情 这七八十万 够我去昆州 比如说买一个rooming house 我只要花一个四五十万 我还多个三四十万 可以再去做一个其他的项目 而我这七八十万 如果放在新州的话呢 我可以跟我的另外一个同事 现在我们也是在做一个 开发的项目 把一个房子做加建 那这个的整个的投资 现金投资 也就是100万左右 我跟他一起合作 100万投进去了 这个回报大概是一年 差不多20%左右 现金回报的话呢 其实已经超过了40%了 非常的棒 对不对 我为什么一定要去买一个房子呢 而且就是我们想住的 这些地方的房子呢 它的这个价值 真的是真的特别慢 因为确实没有太多的稀缺性 稀缺性不是很够 但是这个地方呢 我们住的确实很舒服 我特别喜欢住 对吧 那既然有人愿意持有这些地方的房产 那很好 对吧 那就让他们来持有 我来享受就行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租房和买房的话 你发现其实租房来讲 尤其是在悉尼这种地方 因为他们这种房产的回报率特别的低 然后他的现在的利息特别高 所以其实如果说你去买房的话呢 你的成本要大特别的多 而且你千万不要忘了 当你去买一个自住房以后呢 这个是属于消费 你所有的这个钱全部都是税后收入 比如说刚才我说的哈 一千多和两千五百块钱 就中间差了一千多块钱 这个呢是税后一千多块钱 那税前呢 就差不多接近一千五到两千块钱了 这个取决于你的这个收入的多少 那两千块钱一周的话呢 两千块钱一年相当于多少 一年就相当于十万欧币啊 小伙伴们 十万欧币 澳洲人平均收入都到不了十万欧币 所以呢 小伙伴如果说你现在有打算去创业 或者说你有一个不安分的心 你怕自己的房子成为你的枷锁 你一定不要现在去买你的自住房 你可以买投资房没有问题 这个也是走得通的 对吧 因为投资房的所有的支出 全部是你的税前的成本 你可以用来抵税 同时投资房一年 你其实中间的持有它的时候呢 你的这个所有的这个支出 算下来每周不会多很多 而当你赚到了钱以后 你的主动收入 有大量的现金流以后 你再去投资房上 你会发现你真的会非常的快 那这个呢 也是我之前拥有的一个误区 我认为呢 一定要先去买房 但是自从我自己做了生意以后 当我自己开始去创业以后 我发现哇 现金流太重要了 我发现那些就是投资 特别成功的人 他都是有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收入来源 不管是他在公司 作为一个白领人士 去作为一个高管 还是他自己去开展一个生意 他都是自己的主动收入 赚了特别多的钱 然后他再去投资 真的是事半功倍 所以小伙伴们 如果说你现在不确定 自己到底是一个租还是买 劝于你 你把这个视频的多看几遍 然后你再去看 你自己是应该租房还是买房 当然如果说你决定了 你确实就是要买房 但是你希望有更专业的人 来帮你去获得一个买房的 不公平的竞争优势 帮你更快的买到一个优质资产 你可以来找我们去聊一下 相信我的团队呢 应该可以帮到你 因为我们这边已经帮到很多的小伙伴 去买到优质的房产 不管你是买自质房 还是买投资房 同时呢 如果说你现在在公司工作 对吧 你在做一个朝九晚五的行业 你不希望就是永远这一辈子就这样了 你希望开展一个副业 开展一个新的赛道 那么买家代理这个赛道呢 我现在做的买家代理这个赛道 真的你应该去关注 尤其是当你对地产这个行业 有非常大的激情的时候 你愿意帮到更多 像你一样的买家的时候 那你应该去关注 那下面的这个直播视频呢 也会告诉你 买家代理这个行业 是大概什么一个样子 那另外呢 给大家准备了一份这个报告哈 这个是关于到底是租房 还是买房的一个评估报告 希望呢 可以帮到你 好了 那这个就是今天的视频 我是罗帅 喜欢今天视频的小伙伴呢 记得订阅这个频道 并且点赞 打开小铃铛 这样的话呢 你就不会错过以后 关于欧洲房产和财富投资的进展话题了 如果你身边的朋友 有可能从这次视频里面收益的话呢 也欢迎转发给他们 大家如果还有一些什么样的话题 想要看的话呢 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以及你有什么样的一个经历 你现在是在租房还是买房 你是怎么认为的 也欢迎在评论区 和大家一起分享你的看法 好了 那这个就是今天的视频 我是罗帅 带你有买家社巧看 澳洲地产和财富投资 我们下期再见